阳光总在风雨后 请相信有彩虹 哇 彩虹真的出现了耶 嗨 大家好 我是花枝小妹 本期要给大家带来的就是 彩虹条棒棒糖 来 冲一根出来给你们仔细瞧瞧 它的色彩非常的丰富 哇 远看就是一条彩虹由上而下 漂亮吧 大家看着是不是很有食欲 来一口尝一下 你们猜猜 这彩虹长条棒棒糖什么味道的 它是混合果汁味道 这样轻轻的在嘴里舔一舔 感觉有芒果 草莓 苹果 香蕉 菠萝 西瓜 总之 所有的水果味道都含在里面了 好丰富啊 这样细细品的话 好像芒果味比较浓一点 味还不错 闻着还挺香的 感觉吃在嘴里不是特别腻哦 吃起来特别方便 别看它棍很长 但是你看 一口一个 哇哦 以前我们吃过的彩虹糖都是一小颗一小颗 像黄豆这么大的 但是今天的彩虹条棒棒糖 哇 有我一根手指这么大的 哇 不行 这个手指那就跟大拇指比吧 真的 真的有我大拇指这么大呢 吃了这个棒棒糖的时候 真的就想起了 刚唱的那首歌 请相信有彩虹 这次疫情过后呀 相信人们就可以摘下口罩 待繁花盛开 我们一起游园相见 说到彩虹我又想起了 你们平时最爱什么天气啊 晴天也不错 雨天呢 可能有很多人不大喜欢 但是雨后天晴有彩虹 是不是很多人都会惊喜呢 我就是哦 真像有一天 我看见天空挂着一道彩虹 吃着彩虹糖 是不是特何事时宜呢 好吧 我就拥抱着我的彩虹条 抱抱糖 本带着雨后天晴的彩虹吧 哇 瞧 他们的色彩叠加在一起 会更加的漂亮 哇 我的嘴是不是太大了 这样太甜了 牙可受不了 在这里提醒朋友们 糖 不然好吃 但是一定要适量哦 好了 那我们本期的趣味创意 彩虹条 棒棒糖 记得给大家分享到这了 喜欢的朋友们 别忘了关注 可以赞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